有时我们说话时会强调一下自己说的话 在汉语中我们通常是用一些像确实这样的副词来强调 而在英语中则要用助动词do来强调位语动词 即把do放在动词前面,动词用圆形 所有人称和时态的变化都在助动词上发生变化 比如 他看上去确实很健康 第三人称do变成does he did annoy everyone that night 那天晚上,他的确把大家惹火了 过去时,do变成did 这种强调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起始句 你一定还记得起始句是以动词圆形开头的句子吧 那么,起始句的强调就是把do放在动词圆形的前面就行了 比如 do be careful 一定要小心 是不是很好记? 对动词的强调就是把助动词do放在动词圆形前面 然后,各种变化就发生在do自己身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